靖岗市气候温暖 拥有富饶大自然所孕育出的山珍海味 对了还是茶之香 靖岗市作为位于日本本州中央的靖岗县县首府 是一个人口数量超过70万的政令指定城市 说到靖岗 脑海中浮现的首先还是 靖岗市富士临风 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下 人与文化的往来造就了众多的名胜和名产 靖岗市是一个让各方各面的行家和专家都赞叹不已的 充满魅力的城市 如果来游玩还是靖岗市 录像的内容分为靖岗市的美食 景观 德川家康 及观光设施等方面 分别有专业人士登场 从他们独特的试点出发 为大家介绍别具特色的靖岗市的魅力 请大家从全方位尽情感受靖岗市吧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靖岗市所在的位置吧 靖岗市几乎位于本州的镇中央 如果乘坐新干线光号 从东京站出发约一小时即可到达 从明古屋站出发也是约一小时 不论从东边还是西边前往都很方便 这是靖岗市的一大好处 搭乘飞机也很方便 这里有富士山靖岗机场 从渣谎 福岗或冲神出发都是一飞即到 还开通了从中国和韩国的直飞航班哦 日本国内就不用说了 我们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 都一定到充满魅力的靖岗市来游玩一番 那么我们就来深入挖掘一下靖岗的美食吧 靖岗市拥有茶 鹰虾 靖岗关东竹等 许多全国文明的名产 在这里我们邀请到了熟知这些靖岗美食 还主编过美食书籍的建筑家 兼美食家大石振泽先生 由他来为大家介绍最为推荐的靖岗美食 您好 大石先生 您好 说起靖岗的美食 有一样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 那就是靖岗关东煮 那么我们就赶紧进去看看吧 好 要说靖岗关东煮的特征 首先是它黑色的汤汁 这种汤汁是用鲜鱼干 海带和牛筋熬制而成 是美味的根本 这个是靖岗关东煮的食材也稍有不同吧 是的 比方说这个黑色鱼肉山芋饼 它是用沙丁鱼的肉末为原料制作的 因此味道很足 这种味道又跟汤汁搭配的恰到好处 既然如此 大石先生 我们就赶紧趁热吃吧 撒上这种汤粉也是靖岗关东煮的特征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呢 靖岗关东煮会还提出了靖岗关东煮五条 说的就是靖岗关东煮的特征 原来如此 要说靖岗关东煮的主角 还得数牛筋 用牛筋煮出的汤汁实在是好吃 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靖岗关东煮食材堪称绝品 大家到靖岗来时 请一定品尝一下 我们的第二站来到了尤比港 一说到尤比就会联想到鹰虾 尤比的街道洋溢着旧东海道的风情 尤比鱼港的鹰虾捕捞量在全国都很有名 美食家大石先生为我们介绍的就是这里 玉毛餐厅 大石先生 这是一家怎样的餐厅呢 尤比地区有许多可以吃到美味鹰虾的餐厅 这一家就是 就是这个声音 对吧 刚刚炸好的鹰虾 放进嘴里 咬下去时发出的这种咔嚓的酥脆声 也是油炸食品的好吃因素之一呢 嗯 真香 太幸福了 另外 这个是银鱼籽啊 郡河湾的银鱼籽捕捞量也很大 难得来一次进钢 请大家一定尝尝身鲜的银鱼籽 滑溜溜的很难加住呢 筷子一加银鱼籽就会纷纷从筷子中间溜走 这是新鲜的证据哦 当地的特产直销处 也有许多使用鹰虾制成的特产 同样都是海产 若要说竞钢式 你想到的是什么 金枪鱼 答对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改换地点吧 我们改换地点来到的地方是 这是清水港河岸之市金枪鱼馆 不过我们可不是来喝酒的 在这里使用金枪鱼制作料理的餐饮店 一家连着一家 是一处很受关注的地方 清水港的金枪鱼捕捞量 据日本第一 在市场内的河岸之市 可轻松品尝 便宜又新鲜的金枪鱼 很受好评 大石先生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呢 作为东海道五十三次 丸子素的名产 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山药汤 据说安藤广众所描绘的东海道五十三次 居子名物茶屋 就是这家丁字屋 此外 静岗地区还有全国文明的静岗甜点呢 这是安倍川年糕吧 是的 给安倍川年糕取名的是德川家康 江户时代 德川家康到安倍川上游的金山式茶 年糕店竟献了撒有黄豆面的年糕 德川家康便说 这个就叫安倍川年糕吧 这家石部屋创业于1804年 比安倍川年糕的诞生还早了两百多年 是一家真正的老字号店铺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名产呢 那就是辣味年糕 蘸着静岗名产的青芥末和酱油翅 这也非常好吃 说到青芥末 日本的山葵发源地就在静岗市的东有牧地区呢 至今仍有大片的山葵田 有一个比较意外的 不太为人所知的 是静岗市长田地区的桃子 非常好吃哦 还有三宝居月的茅豆 一年之中都可以吃到 谢谢大师先生 静岗市的美食真是说也说不完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静岗市 是一座美食的宝库 各位朋友一定要空着肚子出发哦 富士山就在那里哦 静岗市的自然环境真是得天独厚啊 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里 富士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景色 就连我们这些应该早就看惯了的静岗市民 也常常会有因为这极度的美丽 而不由地屏住呼吸的瞬间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拥有富士山通美誉 在截取美丽风景这一方面 可谓是专家中的专家的摄影师杜边先生 由他为大家介绍以富士山为中心的 静岗市的景观和大自然 您好富士山通渡边先生 您好 渡边先生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日本坪 从日本坪山顶眺望到的景色 在静岗市民当中也很受欢迎 是富士山景点之一 面前有大片的茶园 再往远处是清水港和郡河湾 更远一些是威然屹立的雄伟富士山 这是静岗所特有的美丽构图呢 日本坪入选为日本观光景点版选之一 是静岗市有名的名胜风景区 从这里可以乘坐缆车前往 被定为国宝的九能山东照宫 接下来我们到远处能看到海岸那儿去吧 那是三宝松园吗 羽衣传说中有名的三宝松园 名列三大松园之一 拥有长约七公里的海岸线 上面茂盛地生长着五万多棵松树 这棵松树就是传说中被天女披上了羽衣的松树 大海和富士山真美呀 今天天气晴朗 人的心情也好 不断拍打至面前的波浪 美丽的松圆 还有仿佛征服其后一般耸立的富士山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仰望富士山时的美 这是只有在静岗才能看到的富士山景色吧 这里景色的独到之处在于 眼前广阔的大海 与在远处雄聚一方的富士山 所营造出的一体感和空气感 可以拍到因清澈的空气 所呈现出的具有透明感的照片 接下来我们去萨夺甲吧 从萨夺甲看到的富士山 是在安藤广众的东海道五十三次中 也描绘过的绝佳美景 这是位于由鹰虾而闻名的 尤比地区附近的山林 这里就是萨夺甲了 渡边先生这里的看点是 正面是富士山 右侧是大海 中间加着东海道线和东明高速公路 此外还能看到国道一号线 陆路大动脉尽收眼底 这种风景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吧 春夏秋冬 晨午晚间 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里 富士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景色 差不多也该介绍一下我们的秘密景点了吧 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 这就是富士山通渡边先生介绍的秘密景点 这里位于静岗市的中心街 静岗县厅富楼的二十一层 名字也叫做富士山展望厅 富士山 郡河湾 南阿尔卑斯山 静收眼底 可以说是城市中心的景点 从这个展望台拍摄富士山的要点在于 要把正下方的郡府城公园也纳入镜头中 这就是只有在静岗的中心地带 才能拍摄到的风景 家康宫在天守阁上眺望的一定也是这幅美景吧 虽然已经介绍了富士山的各种景点 但这里却是渡边先生最为推荐的场所呢 是的 这就是从海上看到的富士山 从海上眺望到的富士山 是仅由大海和富士山所构成的非常简单的景色 但是却能令人毫不厌倦地拍了又拍 多么美丽而雄壮的富士山啊 来自大海的富士山 带有神圣的感觉 令人感动 静岗市是一个分光明媚的土地 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呢 确实如此 谢谢渡边先生 谢谢 这里是郡府城公园 1585年德川家康建造了郡府城 并在这里度过了搬迁至江户前的四年时间 以及大寓所时代的十年时间 是这样的吧 亦泽先生 是的 根据记载 在大航海时代的十七世纪 这座郡府城被用来让荷兰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使节 觐见日本的君王德川家康 静岗市是一座与德川家康有所渊源的城市 我们邀请了德川家康的研究家 家康通 黑泽先生 为大家介绍这些情况 您好 黑泽先生 我们现在到了离郡府城公园不远的静岗浅间神社 这间神社正是作为金川市的人质居住在郡府的家康 十四岁时举行圆服仪式的地方 静岗浅间神社 曾是德川幕府的祈愿之处 以境内的神部神社 浅间神社的大殿为首 共有二十六座神殿 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黑泽先生 刚才您说到欧洲的使节频繁前来拜访家康 但是家康不是已经作为隐退将军离开了第一线了吗 家康是作为隐退将军入入了郡府城 但是并没有真正隐退 这只是为了世袭政权而选择的道路 在欧洲方面看来 实质上的君王还是家康 在郡府大狱所时代 家康实际上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其中展现了家康之人品的历史舞台 是清水的清剑寺 由于封城秀吉出兵朝鲜 导致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恶化 为了改善两国关系 德川家康推行了日朝友好关系改善措施 据说邀请的第一个使节团就住宿在这座清剑寺 家康对他们进行了盛情的款待 清剑寺内还有当时到访的使节团留下的三首七言绝句的匾额等众多文化遗产 家康不仅开展了与欧洲的交流 还致力于和平外交 眼前就是郡河湾 真是绝佳美景 这就是遵照家康的遗言建造的祭奠家康宫的九能山东照宫 家康在临终前对秀忠留下遗言 要将自己的遗孩埋葬在九能山 在他所说之处建造的便是九能山东照宫 这是集结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神殿 以日光东照宫为首 全国的东照宫都以它作为原型 2010年12月 九能山东照宫被指定为国宝 其他的13座建筑物 全部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镇殿的背面是家康宫的墓和神殿 这是九能山东照宫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家康的日常生活用品76种 191件等 总数约2000件的文化珍宝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因西班牙船只遇难时 家康给予了支援而于1611年作为答谢礼品收到的西洋中 根据201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 制作中没有任何一个零部件进行过更换 仍旧于400年前赠送时一模一样 这件事一经公布便引起了轰动 这虽然只是家康致力于外交的一件异文 但是经过了400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一项重大的发现 从家康与靖岗市的试点出发 还能列挤出哪些其他景点呢 那就是靖岗市的城市本身了 按照家康的指示 郡府的街道上根据人们身份进行了明确的住址划分 说起来不就相当于之后的现代城市吗 至今还能从丁明中看出当时的情景 不论是中还是街道 靖岗这座城市至今仍然是一处 能让人充分感受到 德川家康思想的家康相关之地 这次小旅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 棒极了 谢谢黑泽先生 谢谢 各位朋友 大家是否知道 靖岗市正作为模型的世界首都 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呢 靖岗市作为模型玩具之城十分有名 这个双新标志 大家应该觉得眼熟吧 世界文明的模型顶尖品牌 田工 Tamiya的总公司也设在靖岗市哦 这是模型玩具之城 靖岗市的象征性设施 靖岗模型玩具广场 Hobby Square 这里展有许多靖岗市代表性模型生产商的产品 以及传统工艺品 我们就这部分为大家介绍靖岗的观光设施 此次我们邀请到的专家 是在出版社中参与出版了许多以靖岗之旅为主题的信息杂志的主编 智水先生 他将为大家介绍他作为靖岗市休闲娱乐通所珍藏的靖岗 智水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我想请问智水先生 为什么靖岗市会作为模型之城进行发展呢 这与德川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自1804年起 人们花了60多年的时间进行靖岗浅尖神社神殿群的重现工程 这是德川幕府直营事业 从全国各地征集到了木匠 雕刻师 漆匠等优秀的工匠 这些为建造工程尽心尽力的工匠们 后来转为从事木工 模型 漆器等手工艺品的制作 据说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出靖岗市的特产工业 靖岗的塑料模型当中 有许多忠实重现了实物细节的比例模型 这是靖岗塑料模型的特征 当时的工匠记忆至今仍然得以保留 我们已经介绍了两处与靖岗的历史深切相关的设施 接下来治水先生推荐的是日本瓶动物园 这里自2007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 日本瓶动物园在繁殖小熊猫和巨型食蚁兽方面也很有名 几年前作为会站立的小熊猫风靡全世界的分泰君 就是在日本瓶动物园出生的 在15点左右喂食时间的盲兽馆很值得一看 儿童免门票这一点也是它值得推荐的重要因素 其他还有哪些受关注的观光设施呢 灯旅遗迹 另外东海大学社会教育中心也很有意思 灯旅遗迹是在1943年发现的 它向人们展示了弥生时代的农耕文化 2010年博物馆进行了翻新 重现了当时的生活 还可供参观者进行体验型的学习 受到人们的好评 此外还有位于三宝的东海大学社会教育中心 这里有饲养着400种鱼类的海洋科学博物馆 和展示着各种恐龙的自然史博物馆 都因具有非常值得参观的丰富展示内容而深受欢迎 可以说是玉教娱乐的博物馆呢 最后请休闲娱乐通志水先生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您珍藏的推荐吧 好的 我要介绍的是星跳梦幻广场 星跳梦广广场位于清水港附近 既可以购物也可以享用美食 还可以看电影 是一出 好